2月19号 帅气的赖冠林 现身2019混的卫视 远消喜乐会的现场 在群访间 奶冠也是接受了媒体的群访 宝宝们快来看看吧 其实上台前特别的紧张 对 然后 结果当我 我是一开始坐着 开始的马上的舞台 所以当我坐下去的那一瞬间 其实脑袋就挺空白的 但还好就是 其实准备的这期间 练习的也不算少 所以说还是就 挺顺利的完成这一次 这一次的那个表演 然后 也算是没有遗憾了 所以说希望 有下一次机会的话 能做得更好 2018年收获的就是 很多人给予的爱 然后还有在舞台上面的一些经验 对 收获到的我觉得是 挺多的东西 然后2019年就是把我 2018年收获到的东西 然后运用在自己的事业上面 然后继续给喜欢我的人 一些不认识我的人也好 就给他们一些很好的作品 对 我现在在出片那件小事的剧组里面 然后在努力的拍摄中 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这部剧 然后呢 对 就是目前短暂的计划 就是这部剧 人家还没呢 谢谢你喜欢吃什么馅的 给大家透露一下 我喜欢是化身的 就是希望现在在 现在喜欢我的人都可以跟自己喜欢的人 在一块一起庆元香 然后我在这边也给大家拜个晚年 祝大家猪年都祝事顺利 然后我们尽快见面 对 芒果拉新闻 更多精彩内容 来芒果TV看哟 把刀